从这儿我们就明白 净土法门超越一切法门是真的 这句话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所讲 阿弥陀佛所说 一切诸佛都是这样一个讲法 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这样子说呢 就是劝我们大家要能够相信念佛法门 在我们中国 尽忠十三代祖师 还有历代各宗各派的 许许多多的祖师大德 都修念佛法门 往生到这个世界 那夏令公黄念老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还有师父上人 硬化在这个世间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有目的 他的目的呢 就是启发我们大家 相信佛所讲的无量寿经 相信念佛法门 绝对能够帮助我们了脱生死 人生无常 时间短促 你看今年还有多少天呢 三十天半 这个月过得快不快呢 也会很快 所以大家这个修行的一定要分秒必争 不能够浪费时间 其心如如金刚经约 如如不动 固云不动 此心不动 不是成空至极 而是心心切余 真如法意 念念流入 如来绝海也 这个解释也蛮清楚的 不动 不是什么都没有 不动 只有这句佛号 这句佛号就是 气入真如法意 心心就是念念 我们每一个念头呢 全部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真如 就是法意 什么是法意呢 一切法都归一 这个一就是阿弥陀佛 千经万论处处只归 这一句 弥陀圣号 念念流入 如来绝海 阿弥陀佛翻成中文 就是无量绝 无量绝就是如来绝好 我们每一个念头 都跟如来绝海相应 宁不往生 谁往生 当然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以心里面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可惜凡夫呢 他念念不是想阿弥陀佛 他念念想什么呢 自私自利 明文理养 贪嗔痴慢 这就搞得自己啊 越迷越深 越来越苦 我们真正能够做到 坚固不动 当然就能修行精进 无能余者 法障比修就是这样子修的 这个修行 在以往是通用之词 他不光是指的佛教 他不光是指的佛教 在进朝以后 修行就变成佛教的专门术语 如礼而行戒定会 这叫做修行 即佛教中 教理行果 四法中之 行法 教理行 这叫修行 行是行动 行为 行为行动很多 不外乎三把类 深夜 口夜 一夜 释迦牟尼佛 一生为我们视线的榜样 是最好的一个标准 像佛那样子 处置在林街物 他才不会找业 我们凡夫呢 起心动念 张口说话 做事情 全都在找着 这些业 恶业呢 占多数 这个都跟烦恼相应 跟信德呢 不相应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呢 统统修正过来 精进者 勤业 慈恩上升经书约 这个慈恩是指的 窥姬大师 他是玄奘大师的徒弟 这个上升经 是弥勒菩萨上升经 你想一想 既然有弥勒菩萨上升经 那有没有下升经呢 也有 慈懼大师啊 给这个上升经 做了一个解释 这个上升 是说上升到哪里 都率天 下升呢 是说从都率天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视现成佛 这是介绍弥勒菩萨 上升经里面解释 精为精存 无恶杂固 敬为生敬 不懈怠固 这个精进的意思啊 太好太好了 所以精呢 没有恶法掺杂在其中啊 精呢 只有进步 不会懈怠懒散 讲到精进呢 严格来说 只要我们大家不念阿弥陀佛 你就怎么样呢 你就不能算是精进了 所以修行人 他要么就读经 要么就听经 要么就念佛 心里面呢 永远都在圣身禅定当中 心心念念都是向往西方净土 到达基督世界好啊 阿弥陀佛保证我们每一个往生的大众 各个都能够做到三不退 各个呢都无量寿 我们到那个世界 喂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个在别的世界啊 看不到啊 太难太难 我们到达基督世界呢 人人都行 人人都有份 那么我们之所以呢 不能够做到精进 还是在于自己烦恼习气啊 太重了 烦恼里面有一个 是常常会起信息的 就是傲慢 总认为自己啊 比别人高明 比别人厉害 所以佛经里面讲嘛 四大烦恼常相随 这是指的莫纳时 莫纳时就是第七时 哪四大烦恼呢 我见我爱我吃我慢 众生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 谈诚吃熏行的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他学习佛法呢 进步很慢